台湾行政院长陈冲就定位 新内阁成员也是走马上任 一同排大合照留念 不过这当记者争相采访的时候 却有平面的摄像记者 被脚架给砸伤了 出现了意外的插曲 新阁员大合照 各个眉开眼笑 亲抚会主委陈以珍 万黑从中一点红 加上甜美笑容 格外受到瞩目 我这个选后更瘦了对不对 我会呆员对 民政部长李红元 西装鼻挺神清气爽 农委会主委陈宝基 还特地染了一头黑头发 等着迎接新挑战 原来陈宝基还没上任 就为了美国牛肉开放问题 忙到三千烦恼私都变白 财政部长刘易如 同样是为了税改问题 忙到焦头烂额 税改的事情 我想大家也知道是很困难 因为加税大家也觉得不好 加税有人觉得不好 减税也有人觉得不好 那这个税率不加不减 就是看起来也觉得说 那不是要改革吗 为什么也没有增减 所以这个部分真的是 现在谈什么 或是任何一个税都太早 刘易如被麦克风团团包围 媒体大阵仗抢拍新格园 没想到一位平面摄像 被突然倒下了摄像机脚架 K到头部昏迷倒地 你往前面那个车道 请他们先离开 这一名记者表情痛苦 索性送医之后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在喜气洋洋的内阁交接日 出现有记者挂彩 还真令人始料未及 阿伯老师曾经好处少龙 王志聪 台北报道